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可以呢 这个世界上哪有中国这个国家啊 它是一个资历破碎的东西 是三米外国啊 我们当然是伟大的 了不起的 自嗨的台湾人啊 这就是以后我们所要的 我们的子子孙孙吗 对于这个克刚我的回应很简单 就是今天814 是什么样的日子 是国际的慰安妇纪念日 反克刚的时候 只是为了不要让克刚里面 出现慰安妇是被迫的 民进党 清明党 太阳花 还有一堆脑残的公知文化人 跑出来反对慰安妇 全世界唯一的奇迹 就是被殖民的国家 出来帮殖民者讲话 还说我们这样做 日本政府会不会不高兴 另外一个我对克刚的回答就是 814今天是空军节 中华民国的空军就是中国的空军 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反侵略 而追求人民可以活下去的空军 向空军致敬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监察委员叶耀鹏 大家好 立法委员王玉敏 大家好 立法委员钟嘉斌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事先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新北市市议员参选人 唐惠林 志森姐好 大家好 814空军节 向空军致敬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 或者是看到那个时候 民国初年的抗战时期的 这些纪录片 我都会落泪 可是看到此时此刻的台湾 丧权辱国 这种样子 我更会落泪 当时的空军 是怎么样子的挽救国家 免于做殖民地 而今天台湾双膝跪在地上 不是做日本的殖民地 就是要做美国的殖民地 高通案 这个案子 我来帮大家说这个故事 高通是美国的一个高科技公司 是做晶片的 那它呢 在全世界当然都是number one 它在台湾有一个 比较小的小弟的一个竞争对手 叫做联发科 联发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 台湾的公司 一个我们政府应该 示尽全力要扶植的 我们自己人的公司 然后呢 2015年 当时我们的公平会 公平会要干嘛呢 就是确保发生在台湾这里的 所有的商业行为 你是公平竞争 结果那时候开始 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调查了 说高通公司 是不是滥用独占的地位 违反了我们的法律 公平法 你是不是犯罪了 调查到去年的10月 公平会决定了 证据确凿你犯罪无误 除以高达新台币 234亿元的罚还 已经判决了 要罚你了 好 为什么呢 当时给了非常充足的理由 你违反公平交易法第9条 第15条 情节重大案件 而且按照一定的公式 来计算出你的罚还 第一个 美商高通在CDMA WCDMA跟LTE等行动通讯的 标准基频晶片市场 你是完全独占 就只有你这一家独门独户 你不跟你做生意 我没有地方买的 所以你用这个独占的地位 我拒绝授权 我这个晶片给竞争的同业 所以我载质了这个市场之后 我要让我的竞争对手活不下去 没有来源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第二个 他要求 高通还要求制定限制条款 跟特定的事业 签署一个排他性的 独家交易折让条款 就说打个比方讲 我高通 我产品怎么样 你没有我不行 好 你敢敢去买 你这个产品跟我买 那你别的产品 联发科可能比较便宜 或者比较好 给联发科买 不可以 你跟联发科买 我就不卖你 我打个比方 因为高科技很多的合约 非常复杂 本节目没有十个小时 没有办法讲清楚 好 这样的种种种种的 就是打击所有的竞争对手 这是违反我们的法律的 然后计算高通跟我国 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些企业 收了授权金额 在调查的违法期间里面 总共这七年 你至少违法了七年 总共收了四千多亿台币的授权金 然后台湾的企业 又跟高通买这些晶片 另外又买了九千多亿 四千亿 九千亿合起来 一兆三千亿 就光是跟这家公司买 这样子 然后最后折算起来 其实两百多亿 了不起等于是 还连闯红灯的罚款都不是 等于是停车费 这么便宜她还不要 最后终于在今年的八月十号 注意才在蔡总统 过境美国的前夕 突然之间有一个大逆转 公平会同意达成和解 罚还一折 90%不见了 然后说公平会跑出来 讲说我透过降低罚还 转为实质的投资 我叫高通 人家高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 优势 技术优势 产品通路优势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台湾的厂商 来打全世界的市场 而且可以把罚还转成GDP 创造GDP 我公平会多么了不起 将来她未来五年在台湾投资 这样不是很好吗 投资的金额215亿 加上罚款的一折27亿 比原来的234亿还多呢 所以我们应该高兴吧 结果公平会两位委员 愤而请辞 立刻就辞掉了 不屑做你公平会的委员 联发科跟业界大反弹 联发科反弹说 对台湾的高科技研发投资制造 采购金额每年我们都超过2000亿 我们也制造了9000个高阶研发工作 联发科也是台湾未来5G等产业 重要的关键厂商 可是你这一次的和解 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了 其实联发科的反弹 对我来讲 因为我出身台湾的电子业 其实是非常温和的 不具名的 大家私底下讲了 比这个严重100倍1000倍 你根本公平会你是丧权辱国 割地赔款 你根本在包藏货心 你对台湾的 让台湾的高科技业的产业 成为肉弱强食 你根本就让鼓励大家 不要遵守规则 只要是美国公司 大家就跪下来拜就好了 烧杀掳掠 通通不要紧 是这个样子吗 宏威 高通这件案子 事实上在业界 引起非常非常大的讨论 而且大家非常的反弹 因为第一个 高通是惯犯 他并不是只有在台湾被告 也不是只有在台湾被罚 包含中国大陆跟韩国 通通已经对高通 采取了高额的罚款 人家都没有以说 让他转成投资 或者是说要协助我 怎么产业升级 发展5G市场 然后让他轻易过关 另外 其实包含美国的本土 还有欧盟也都在调查高通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今天你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案例 在台湾轻轻的放水 事实上台湾是闹了一个超级的国际大笑话 你今天如果说 说我们不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老实说没有人会相信 第二点什么叫做罚款 那这次公平会 它采取一个整个大转弯 刚才之前也说 所以有两个公平会的委员 愤而辞职 第一个就是说 你公平会要维持一个市场的公平竞争 其实你跟产业政策 事实上是两码子事情 更不要说 今天公平会为什么要对高通 采取这么高额的罚款 这个罚款金额很大 234亿 我请问如果公平会是罚错了 你觉得高通会善罢甘休吗 它会跟你和解吗 当然不会 它自己知道 这234亿就是因为它采取不公平竞争 它的专利的权利金 事实上它的计算基础完全不对 所以才造成了说可以罚234亿 结果公平会最后的决定是说 我不把他这么多钱 但是呢 让高通承诺给我说 有7亿的美金 未来5年慢慢的投资 突然高通从一个在剥削 欺负我们的产业应该被罚款 他突然摇身一变 成为投资台湾的投资人 我们应该给他好棒棒拍手哦 可以这样子吗 我要讲的就是 你今天对于一个市场应该要维持的公平竞争 跟你的产业政策是两码之势 而且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未来我们所有都不要罚款 我们所有的罚款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转为 对不起我来跟你谈一谈 变成投资好不好 我立刻转化回来 回来我变成一个投资人 一个大善人 我们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我们今天做出这样的决议 真的非常丢脸 我特别要对联发科真的抱不平 容我补充一句 你今天对联发科这样 说高通5年投资7亿很伟大吗 联发科是我们台湾的企业 而且他投资要2000亿 结果你任由美国的高通的公司 这样子欺负压榨 剥削我们的产业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绝对是失职的 真的我觉得真的丧权入国 这个高通 它不是只在台湾玩这种 独占不公平交易的游戏 2015年2月 中国大陆罚款高通 60.8亿 人民币 折合台币306亿 2016年7月 韩国罚一兆韩元 折合新台币270亿 2018年1月 欧盟也重罚9.97亿欧元 折合台币363亿元 这是一个惯犯 在全世界 没有人拿自己的法律 跪在地上 来哀求他说好吧 求求你 你只要未来五年 你投资我们就好 我们就不罚你了 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将 没有任何一丝毫尊严脸面 羞耻心的状况下 抱这样子的一个大腿 然后伤害自己的产业 伤害自己的民族企业 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呢 我觉得这个张三胜院长 他看起来像是个温和的人 做这件事情 他讲了非常重的话 他说小英职政在差 你也不要跟流氓和解 这代表什么 其实张三胜院长 为什么讲这样的话 因为他其实对业界 非常的了解 所以他认为 而且他也当任过院长 他认为一个政府 你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呢 你政府有政府的法令 你公平会 有公平会存在的目的 你不就是要建构一个 公平竞争的环境吗 那怎么今天公平会委员 都做出决议了 那我请问是哪一只黑手伸进来 要求公平会 把你原来这样的一个 财法的决议 转换变成说 好 罚金少少 27亿就好 其他可以转投资 是经济部 那经济部的黑手 又是谁指挥经济部 你要要求公平会 做出这样的决定 委员我请教您 我们准备了几种可能 我们不知道答案 第一种可能是蔡政府下令要放水 来交换 交换什么好处 第二个 公平会委员自己联合起来 表忠 因为现在的政府 他是要抱美国大腿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赶快去抱美国大腿 我们把法律的严肃性跟我们公正性交换 第三个 高通会不会是直接对公平会游说 第四 美国政府直接施压 第五 公平会心黑脑残 还是有其他的 有没有正当的理由 谁敢挑战中华民国的法律 谁有本事让中华民国的法律 然后再转弯 一定是其他另外国家更高的势力 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美国政府施压了之后 蔡政府的高层妥协 然后透过经济部 然后再施压公平会 一连串的巨马应该是这样子演的 那我们只要问 请问蔡政府执政之后 你把中华民国 他的国葛放在哪里 今天是其他国家来施压 你就可以转弯吗 那你说口口声说要发展台湾的经济 你台湾本土企业 像联发科这么大的一个IC设计的产业 你到底还不要扶植 所以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连串的决策的失误 难怪这些公平委员比较有风骨的 他奋而辞职啊 绝对不会是公平会自己里面搞内乱 自己就自然而然气泻投降 不是嘛 如果是的话 这两位委员根本不需要辞职 那他们这么愤怒就是 因为有黑手伸进来 然后否决了公平委员做出的专业的决议 硬要把他拗过来 所以这些委员根本就觉得做不下去 如果你蔡政府是这样子恶搞的话 你根本不重视公平委员的专业 做出的决议 那他干嘛还要继续当下去 有风骨的当然就辞职了 来表示最严正的抗议 现在再来看世界上非常有名的 高科技业的各种罚款 LCD面板被罚 2010年欧盟 来罚说你操纵价钱 然后亚洲6家LCD面厂 罚6亿多欧元 多么高的价钱 结果南韩的三星 因为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给欧盟 还检举乐金跟台湾厂商 所以不用被罚 然后台湾这里有四家面板厂 友达 新奇美 中华印管 汉运彩经 都是我们面板厂的佼佼者 合计罚了4点多欧元 等于新台币194亿元 乖乖罚 然后2011年 一样美国对台韩两国的面板厂 也开始调查 三星又跑去做美国的污染证人 然后他就不用罚了 其他跟着三星跑的 这些台湾的厂商 四家跟LG都被认罪协商 也被罚了 只有友达不认罪 结果最后罚最重 友达的不但是罚146亿台币 而且副董事长业务副总 全部都跑到美国去坐牢 人家有没有跟你交换说 你投资我美国就不用罚了 没有 赵峰金控金融业被罚 2016年被罚1.8亿美元 2018年今年1月 又被罚2900万美元 乖乖受罚 只因为你的行政作业疏失 还不是刑事罪 然后脸书也被欧盟罚 去年5月18日 脸书被罚款1.2亿美金 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看到没有 公平会 这干脆改成下贵会好了 这样更是知道 中委员这怎么回事 我们台湾人的尊严 我们台湾人的利益在哪里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像这种反托拉斯法 它主要的是要维持 一个产业的竞争秩序 因为产业的不公平竞争 将会间接损及到消费者的权益 比如说消费要付比较高的价钱 才能买垄断性的商品 主要为什么他这次 这个高中会被罚 就是他授权权利金的计算 是有问题的 是非常不公平的 可最后公平会 并没有让他矫正 并没有让他改善 所以他继续 可以用他不公平的方式 取得不正当的利益 欧盟可以说是在反托拉斯 跟相关的罚款 它最积极的 我们现在讲高通 刚刚也讲到了 脸书也被罚1.1亿欧元 它主要违反的 虽然也是反垄断监管法 但是其实主要的 它不当运用了不同公司 App的个资 我们来看一下 脸书被罚 或脸书最近 引接国际的大厂 被争议或被罚款 其实大概我们看两个面相 一个是他损集到 个人的消费者的人权的权益 隐私权 或者说他破坏了商业秩序 其实这两种的处罚 在美国我们就看到了 美国他在很多反托拉斯法当中 他目前是比较明确 有定有刑罚的罚者 刚刚讲到友达 还有两个前职经长副总 还在坐牢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 台湾一个地保车灯 因为违反了公平竞争 在美国也是要抓去关 但我们问一下 为什么除了美国要行责之外 其他的国家都以高额的罚款 因为这些不公平的竞争所 带来的超额的不当的利润 其实透过这个罚款 就让这个产业秩序恢复了 所以其实我们仔细看 平心而论 不管是欧盟也好 不管是美国也好 不管是台湾被罚 日本被罚 韩国被罚 不管是面板 还是笔电 最近你看去年 华硕也被罚22.6亿台币 那都是什么 都是对方透过法律 要剥夺你的超额利益 逼迫你就范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 就是有和解 有谈判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说 到底台湾的公平会 所做的 可以去和解 或者说金额可以去 储罚的金额可以谈判 这并不是台湾唯一有的 很多国家在储罚的同时 就要逼迫你让步 逼迫你调整你的商业作为 逼迫你将你不当的利润吐出来 以维护一个市场的交易秩序 所以我是觉得 在商严商 反托拉司法反正就是在商严商 那么国家应该 透过他的法律的方式 来进行维护 恢复到产业的秩序 这就是一个产业 某个身段的一个是产业政策 至于说公平会这样做 是否允荡 其实监察院已经提醒调查了 你说有公平会两位委员辞职 那显然这两位委员 不认同公平会这个做法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合议制的机构 它所做成的决议 如果委员不妥他退出 监察院任务不妥可以调查 那到底最后的结果如何呢 还是可以接受公平的 我要补充委员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这次公平会 为什么让人家觉得这么可恶 第一个你该罚不罚 第二个你要矫正 现在市场不公平 最后其实最主要 为什么他这次高中会被罚 就是他授权权利金的计算 是有问题的 是非常不公平的 可最后公平会并没有让他矫正 并没有让他改善 所以他继续可以用他不公平的方式 取得不正当的利益 然后我们继续用这些不正当的利益 他明明是等于说 跟我们产业抢了钱 最后我们说你是投资 你是好棒棒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强烈谴责公平会 而且我觉得这次浪步实在是太离谱了 我觉得我实在非常替我们这个国内厂商 联发科感到不值 今天公平委员会 为什么公平交易委员会 为什么有两位委员愤而辞职 很简单 我跟大家讲 他不屑当经济部底下的 公平交易委员会 因为当公平交易委员会 之前说要裁罚高通大笔的金额的时候 经济部早就已经跳出来反对了 表达非常忧虑 好 所以公平交易委员会 这次可能因为这个蔡的出访 就改悬易撤 那么这样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他说只要这个高通 每年给这个40亿 等于说平均每年对台湾投资 40亿台币 我们就可以放过他 反正那个加起来 跟罚款也差不多 那联发科就要问你了 我在这边缴税给你台湾政府 我每年对台湾的投资高达400亿 请问你为什么不保护我 这个本国厂商 当其他世界各国那些面板 不过是联合垄断价格 我这个是用整个package绑在一起 要求你所有的产业都要跟我买 跟你收取高额的权利金的时候 请问哪个比较严重 我们台湾的厂商真可怜 出去到美国坐牢坐六年 然后自己的厂商在本土 本土企业受不到号称 最本土的民进党的保护 就在蔡总统他要过境美国之前 我们又注意到有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 除了这高通200亿不用了 是伴手礼吗 还是买飞机票 另外注意 8月11日自由时报 有助台美贸易 中油向美国采购 250亿美元的天然气 折合台币7500亿 好大一笔钱 25年的合约 2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 哎呀跟美国买了 怎么会这么巧 董哥刚刚好就在要过境出访之前 要去美国之前 刚刚好250亿美金 加上高通的200亿台币 好棒棒的大礼 这场入场店也未必太贵了吧 你看它贵成这样 但是中国大陆华高通 它是华9.75亿 而且里面还有个诞书 要求你跟中国大陆的厂商牵类 以后要打六五折 高通完全同意 而且连官司都没打 他现在跟韩国跟欧宏在打官司 对 他跟中国大陆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敢这样做 为什么没有台湾的本体性 为什么没有争取台湾人的尊严 为什么没有争取台湾人的利益 因为我们政府的政策就是 等于说打中 然后抱美国大腿 看他所有的运作方式 让人家看不起 宫廷会那天出来是一个委员 这个委员是原来民进党 中国事务部的主任 他叫洪才龙 他懂商业吗 他学过商业 他也懂一些贸易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 宫廷会这么重大的事情 你应该是主委或副主委出来 对 他的主委叫黄美英 黄美英在立法院 那时候华高通的时候委员就问他 华高通234亿 这样妥当吗 他没问题 如果我们公平会不华的话 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 说的好啊 对啊 可是开记者会他躲掉了 副主委是鼎鼎大名的 过去跟叶委员同事过 彭绍锦 彭绍锦过去当检察官 也是老民进党啊 对 那他当然老议委当很多次 他也不见了 那再辞掉两个 躲起来了啊 辞掉两个剩五个啊 又躲掉两个 公平会总共也不够七个人啊 找一个最新科的委员在面 开记者会 他又来自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 那你看这场会是代表什么 缓中停美 清楚明白 民进党专门搞这一套 你前面你的引言那时候就讲了 我们卫安会 对不对 卫安会情况一样啊 我们打自己台湾的女儿 然后去捧日本人 通水一样啊 我们打金门人 然后水不要通 你看他所有的逻辑都完全不通 那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华民国国民 那你有什么尊严呢 这政府没有照顾你啊 他专门打你给别人看啊 所以你整个看下去的话 民进党的施政他变成方江左板 他没有考虑到说 我们台湾最需要的 其实大家就是安和乐力 好好的发展嘛 完全没有考虑到 那这是怎么样的政府 这个政府到底在想什么呢 是不是喊台独拿资源 然后败美国贵日本 这个咒语一念出来 然后他就就可以了 每一件事都是这样子 台独是不是包藏祸心呢 喊两岸一家亲到底对还是错 柯文哲在两岸一家亲 也就是望中集团的十大主张里面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两岸一家亲这件事情上 我们来看看柯文哲 他是不是政坛双面人 看看柯文哲 柯市长 你为何说你既是墨律 又是两岸一家亲 这个基本上有矛盾的地方 这是政治诚信吗 墨律是我原来的那种出身 第二点 作为台北市长 在现阶段 为了台湾最大的利益 应该是要维持城市 所以两岸一家亲跟墨律 这对我来讲 我没有 这也不是什么互相矛盾 从台湾价值到两岸一家亲 对我来讲是务实的处理 但是我不希望它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叶委员 你非常了解民进党 你观察柯文哲这四年来 最近柯文哲突然间跑去 拜会李登辉这个台独教父 然后出来之后呢 媒体上传出了两种 拜会内容的版本 那显然都是柯文哲的 台北市政府放出来的 很显然 只有他们去嘛 那放出来之后 说到底有没有骂蔡英文 到底李登辉有没有当面指责 要他不要再谈两岸一家亲 然后有没有劝劲他选总统 都有不同的版本 最后李登辉办公室的主任 王彦均出来直接讲 说李登辉提醒柯文哲 不要跟议员斗嘴 不应该讲的 你就点点专心做好市政 这个时候跟柯文哲 一起去的媒体人老包就说 对啦 对啦 像两岸一家亲就别再讲了 柯文哲去看李登辉 也是为了选票 这个选票要什么呢 就台独那个系统的 台联那个系统的票 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台南这个地方 在台南市政府 亲密的在恢复过去 在日治时期被统治的 一些古迹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希望它不断的在 美化这些被殖民时候的建筑物 也应该不要忘记 那些历史的伤痛 所以我们希望选择 在台南这个地方 设立的同像 可以带给这个社会 一个更大的反省跟情绪 我们想一想柯文哲这四年 四年也快到了 到底干了些什么事 真的想不出来 有什么政绩 我们很客观的 对不对 真的想出来拆那个 中宵西路那个什么火车站之外 没有什么事 四年空转 四年大巨弹 变烂弹 烂尾楼 这就是他整个四年 就是差不多前两年 所有的市府的新闻 就是跟大巨弹有关系 前两年 然后现在慢慢进入 又是进入仲裁 又是和解等等 程序再来 就这么混过去 其他就是他去上海 然后为了两岸一家亲等等 这个是标准的政治语言 你为什么讲这个 不是意识形态 这个就是政治语言 两岸一家亲 就是为了政治语言 你就是为了想要拿泛蓝的票 然后他后来又去 深绿的电台道歉 后来那边道歉 更烈的道歉 所以他到底 他到底站不站在 两岸一家亲的立场 他什么都不是 他哪里有选票就往哪里赚 他什么都不是 他我讲就不客气一点的话 他要大张言字 又要素贞结牌坊 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种人 回过头来 你刚刚我约我想 就刚刚你说的 你刚刚你说的公平会这个 公平会根据公平委员会的 第一条的条文的定义 很清楚 就是为了维护公平教育 这个教育的公平 保护消费者 这是他的宗旨 至于产业要发展 要筹刀不是他的事 经济部的事 你不要越出代表 不是他的事 那跟他就无关 所以你说这几个原因 通通有可能 为什么 这六大原因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搞不好通通都有 搞不好通通都有 为什么 美国政府施压 高通游说 我来做个说明好了 你说蔡政府没有下令 这些公平会委员 依刚刚小董说 交代他们的背景 他们敢制作主张吗 不敢 里面又有建军 建军你知道吗 建军就是说不是内行的 监军 对 监军 就是蔡政府派来监军的 骑鞭子拿着 你们给我乖乖了 显示明朝的那个太监 跟着部队走那个 一定有下令 没有下令他们不敢动作 不敢造次 公平委员会政治表态 当然要表忠 不表忠的话 因为表忠 所以有两个辞职 这两个是不表忠的 这个官场百相 一看就懂了 一看就懂 高通要不要游说 他当然要游说 像美国政府游说 有可能美国也 也可能像台湾的政府游说 那个中兴不是被罚吗 对 被罚以后然后习近平也游说 也打个电话给美国 然后又检罚不是吗 这个是事情的常态 一定是这样 这个是常态 我们也不必奇怪 可是没有人做话再瞧鬼 对 问题是你有没有被游说的动 这个才是重点 游说每一个人都会去游说 他是合理的 美国政府一定要施压 因为他自己的选民 他自己的公民 他当然要 所以说公平会是不是 心黑脑残 这个我不认为 他们清楚得很 他们没有心黑脑残 没有心黑也没有脑残 他们头脑很清楚 因为要脑中 对 这个就通了 这样一点一撬就通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有可能 今天就在台南 在台湾第一座 为安妇的铜像 立了 揭幕了 然后他是用两只手 举着向天空 表达那种无奈的 没有人可以救我 这个天地 没有一个人 可以救我的那种痛苦 这种心情 这一个大家到台南可以去看 这个铜像就立在日据时代 高级日本人 高级台湾人常常去逛的 百货公司的对面 这是一个无言的控诉 我们的先祖 我们的先人 受到那样的迫害 现在我们连线 就是帮我们在台南 立这个铜像的 黄女士 黄初贞 黄女士 是 黄女士 非常感谢你 在很多的压力之下 立了这个铜像 我知道日本那边 已经开始有反弹了 今天怎么样 揭幕的仪式 您帮我们形容一下 今天刚好是八月 其实好 那我们在台南 这一个地方设了个铜像 那由马总统来 亲戚来揭幕 那我们所要表达的是 历史的正义 我们要给个交代 那尤其在台南这个地方 在台南市政府 亲密的在恢复过去 在日治时期被统治的 一些古迹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希望他不断的 在美化这一些 被殖民时候的建筑物 也应该不要忘记 那些历史的伤痛 所以我们希望选择 在台南这个地方 设立了铜像 可以带给这个社会 一个更大的反省跟形式 那也对面我们的铜像的正对面 就是一个零百货 我们也希望透过 可以在这个两边的 冲击的情况之下 让社会还有让这个政府 可以真正的跟未安妇 阿嬷们站在一起 然后还做一个真正的 正义的转据 谢谢 谢谢黄淑珍女士 谢谢你 帮我们台湾人 争了一点点的尊严 立了台湾第一座 慰安妇的铜像 其实在世界其他国家 到处都在帮慰安妇 争取他们历史上的正义 有的设广场 有的设铜像 2015年 这是台湾历史上 最荒谬的一次事件 就是当时也是 历史的课纲 要做微调 因为现在 现行的历史课本里面 讲到慰安妇 有的没提 有的讲说是自愿的 有的都什么都没说 那王小波觉得 为台湾女人要争尊严 所以他希望在课纲里面 加两个字说 只要你写到慰安妇 你一定要强迫要写说 慰安妇是被迫的 就这样 但是当时民进党反对 亲民党反对 太阳花都反对 还有代理人 他也反对 所以他也支持反克纲 他说这些学生勇于思辨 然后当时反克纲的学生 林志宇 他就说 慰安妇一定是被迫的吗 是一定被被迫吗 他就不认为 然后当时反克纲的学生还说 如果我们真的写被迫了 会不会让日本的政府不开心 可是我们去寻找历史的资料 发现非常有趣的 2015年民进党反对 在慰安妇上面写被迫 可是2011年 我去查立法院公报一百卷 就是2011年 里面写了 通过了一个立法院的决议 提案人竟然是民进党的黄淑英 联署人黄伟哲 余天 邱毅盈 蔡黄狼 王信南 陈寅 郭荣宗 简兆洞 刘建国 陈杰如 都是民进党的人 那这个决议写什么呢 这么民进党应该怎么会呢 这个内容啊 真的很像国民党提的内容 他说 鉴于二次大战中 台湾当时作为日本殖民地 许多妇女 遭强迫征召或诱拐 沦为日军随军性奴隶之历史事件 经确认上有58名幸存者等等 由于此事件非仅是战争中 日本对殖民地台湾进行剥削 也见证当时女性 即使不是军事相关人员 仍然无端被卷入战争中 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公开承认其罪行 甚至还认为说 有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动作 此时台湾更需要教育 要教育子孙自身的血泪历史 谨记悲剧不可重演 所以请行政院研议 要把台籍未安抚的事件 纳入我国 高中历史课程的纲要 结果通过了 民党提议要把未安妇的历史写进课纲 结果2015年马政府做了 民党又跳出来反对 我的天啊 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2017年国民党提了一个案 要求提案人包括王玉敏委员在做的 要求要恢复未安妇的名誉 及赔偿条例的草案 到现在还没有通过 我先请教一下中嘉宾委员 任何对战争罪行的谴负 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 我想对于受委屈受难的人的平反 也是不要做的 从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首要的是 犯下战争罪行的国家必须要道歉 这是局势通责 我们看一下从二战以来 哪些国家犯过战争罪行 日本 德国不用说 你说包括在前南斯拉夫 他们的巴干半岛上面这些 塞尔维克 斯洛维尼亚 不是 斯洛维尼亚 就是包括塞尔维亚 这些过程当中 包括像种族侵袭 包括像对于不同信仰 中央信仰的人屠杀 包括对女性的 这样的一个产觉人寰的一些迫害 我觉得这些都是战争罪行 都是要面对历史的功臣 直以郭蔡英文总统 你既然连音乐会都可以听了 你同样都是女性 你当时听音乐会的同时 你有没有把这些未安妇的处境 放在心上 帮他们去积极的争取 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没有看到 作为一个女性的总统 对未安妇的事情 做出很积极的表态跟行动 跟日本做出任何的要求跟抗议 日本跟对韩国的做法 或者说日本跟德国的做法 在德国他们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他们是本身本国是有在反省的 但是很遗憾的 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件事情上 态度跟德国人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德国人他们不断的提醒自己 纳税犯下的战争罪行 这样的种族的这样的屠杀 包括拿人体做一些实验 其实我们在战争期间也看到 二战期间也看到 日本也犯过同样的类似的罪行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德国人选择面对 那我是觉得 这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 但是在日本 包括他们的民族性也好 文化特质上也好 似乎认为 这些被认为的是指的战争罪行 他们不认为是一种绝对的是非对错 相对的 甚至我们看到说 甚至有人 部分的人士是说 日本也受到原爆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惨绝人寰的一个 回击 所以对这个事情上来讲 我是觉得 站在东亚的国家 曾经过去遭受日本侵略的每一个国家 对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 都会切而不舍的要求日本政府 要面对那要道歉 对于受害者应于补偿 我想这个态度是一致的 玉民伟 如果2011年 当时的黄淑英提了这样的一个提案 还有这么多委员 联署的情况底下 为什么还要加入克刚 那为什么在2015 当国民党要改克刚的时候 竟然整个民进党 其实是支持反克刚运动的 就是不让你们改 只不让你们加被迫两个事 而且他的这个离谱 离谱到什么 当时大家别忘了 当时后来他政党轮替之后 林权院长 大家就知道 林权院长他那时候 他讲过 他说 魏安妇到底是自愿会被迫 这个都还没有定论 他还是讲出这样子的话 所以当时我们非常生气 我记得我在立法院 我咨询他的时候 我就逼他一定要道歉 结果他后来发现 舆论就是大家也是批评他 他在立法院里面道歉 但是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这件事情上的态度 他真正的想法 他是真的觉得要帮魏安妇平反吗 我不这么认为 包括蔡英文总统 他跟安倍 日本安倍首相的妈妈 去听过音乐会 我也质疑过蔡英文总统 你既然连音乐会都可以听了 你同样都是女性 你当时听音乐会的同时 你有没有把这些魏安妇的处境 放在心上帮他们去积极的争取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 作为一个女性的总统 对魏安妇的事情 做出很积极的表态跟行动 跟日本做出任何的要求跟抗议 董哥 蔡英文总统现在才离开美国 他在美国还公开讲话 讲什么呢 他说自由跟未来是不能妥协的 在台湾有自由吗 我们昨天在节目上 罗志强跟卢秀燕所有公车 这公车要到台中去开 结果只开一个上午广告被拆广告 在公车上登广告 在呛吓林家龙 立刻一个早上就被拿掉了 是啊 台湾有言论自由吗 骗人了 骗人了嘛 还跑去美国讲一堆骗子 台湾最有名外销的就是一堆骗子 现在骗子骗到国外了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你刚刚讲这就是骗子行径 你通过了慰安户 所以要把它列为克刚 结果你们访克刚跟亲民党 同一个鼻孔出去 你有时候看这些很愤怒你知道吗 台湾从来被漠视 而且在民党时代 你对日本人悲公唏唏 犯的什么 钓鱼台附近 补鱼被赶 对不对 冲之鸟 我们自己的龙尾尉 自己去赶 你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府 让人家看不透嘛 你这样你得到怎么样的补偿 没有 韩国曾经跟日本签了 补偿的基金啊 10亿啊 被韩国人骂了拜死啊 可是好歹日本人还有考虑到韩国 他连台湾理都不理 那我们今天要换到什么呢 你看到这个非常愤怒 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节目持续在谈 忠于有很多人觉得说 台湾的尊严很重要 所以在台南这块地 你知道这块地旁边 全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 零百货就在旁边 日据时代的百货公司 旁边还有武德店 对 所以你把这东西弄起来的话 刚好围绕着 你们这些过去代表 日本强权商业的 刚好围住了一个 弱势的慰安夫 那个意义就非常突出 台北的妇女救援基金会 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前面 静坐抗议 要求日本道歉 委员 这个慰安夫的问题 其实它含有太多的意涵 一个是道德的意涵 一个是政治的意涵 道德的意涵 全世界都公认慰安夫这个事情 发生在日本人发生 在战争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 是非常的违背人类普世的价值的 人权的价值 这个是属于道德的意涵 那每一个国家 韩国也好 台湾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乃至于东南亚各个国家 追究这个事情 就是希望给 以后如果再有战争发生 不应该再有类似的情况 再有效应 因为战后 人们还是会追究这个责任 这属于道德的涵盖 政治的意涵 你说民进党里面 我确信民进党里面也有很多人 认为慰安夫是应该赋予更多的同情 日本人应该给予更多的指责的 包括这些人 这些比较有良心的人 提案的时候一定是反着这个心态 但是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 所以民进党也好 亲民党也好 当时为什么他们最后又要转 这个态度转变 因为向日本表态 这是一种像组织效忠的表态 所以你要把它分清楚 人跟党走的路线会差异 但是人在党的下面的时候 他没有反抗的生命 被党压着 对 被党压着 只好去反抗 但是从这里我们就看出 这个党的真面目 它违背了普世的 公认的道德标准 蔡英文作为一个 中华民国第一个女性总统 对于慰安夫这件事情 装容作养 我要告诉蔡英文 到现在我们高中历史课本 谈到慰安夫还有的课本 说是部分自愿 可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政府对这样的事情 仍然不闻不问 而且还阻挡 把克刚改成说 慰安夫是被迫的 更不要说 今天是国际慰安夫日 你看我们的驻日代表 敢讲话吗 其实今天在台南设置 慰安夫的铜像 事实上是民间团体 那么蔡英文作为一个 中华民国第一个女性总统 对于慰安夫这件事情 装聋作养 我要告诉蔡英文 到现在我们高中历史课本 谈到慰安夫还有的课本说 是部分自愿的 可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政府对这样的事情 仍然不闻不问 而且还阻挡 把克刚改成说 慰安夫是被迫的 更不要说 今天是国际慰安夫日 你看我们的驻日代表 敢讲话吗 因为他以前曾经讲说 他说如果他对这个表示意见 大家就要来参加 他的告别式了 可以讲这种不伦不类的话 他就赶快举行好了 赶快举行他的告别式 居然一个驻日代表 敢讲这种话出来 我每次讲到慰安夫的问题 我真的要发抖 我作为一个女性 我对我们台湾的 今天第一座同项设置 可是你知道人家韩国 我们真的不要跟人家比 人家已经设置98座同项了 我真的很抱歉 各位观众朋友 我没有办法抑制我的情绪 你知道那些慰安夫什么遭遇吗 将心比心想想看 一个女孩子14岁到19岁 只有黄金的年金 被拉去了以后怎么样 怀孕了就把你杀了 怀孕了就把你大肚子破腹 把你的孩子子宫整个拉出来 让你终身不孕 不然就是死掉 如果你不从的话 就是不断的用刀刺 用电极逼着你一定要去 接日本人 其中有一位慰安夫是 台南女中的学生 走入了路上被拉走的 是